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騰訊能頂半邊天,科網齊升,撐大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升437點,收報25551點 成交互約到1401億,剛剛過了1400億 今天恆新指數升1.7% 上星期四曾經震一震仓 當時跟大家說,不用擔心 因為未失去那條上升軌 結果,守住上升軌之餘 今天已經反撲上來了 試試之前的頂位 早前8月中期時的高位是25588點 是哪個位呢? 在這裡,8月17日的高位 25588點 今天收25551點 很接近的 其實那時跟大家說過的大市 如果衝穿2588點這個位置時 就有機會變成頭肩底 現在剛剛上來,就是摘戒 當然要等多人,看多人 是這樣的,技術上的走勢 是重要的關位 我覺得升穿的機會都很大 因為今天,其實未真正爆成交 今天1400億 如果上破項線位時 最好成交,再多一點 爆到多少呢?1500億以上都可以的 希望是這樣的 好了,關鍵 今天都是科網股上升 而科網股能夠上升 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本身有好消息 第二個原因是,美股創了新高 特別是納指和標普500 我們先看看美股的走勢 因為這個影響了大趨勢 納指 初初有些讀者留意 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這些上升趨勢 一直都在向上 走勢上高,其實趨勢是朋友 Train is your friend 大家看得到,其實自三月見底以來 其實一直反覆上升 如果你由五月中開始 更加畫比較明顯的上升軌 其實恆生指數都畫過很多次 今天沒有畫到 下面其實由三月,搭著五月上來 搭著八月這個低位 全部都是一條上升軌 沒有失過 趨勢是朋友 有智慧不如成勢 現在你見到,其實趨勢都在向上 所以不要輕然說,一定不得住 當然了,曾經有些背驰 不過它又震盪完之後 背驰完震盪完之後 就沒有失聲軌 沒有失聲軌就要繼續看好了 趨勢是這樣的時候 就一定要順著勢去做 現在納指的勢都仍是向好的話 所以科技股仍然都值得看高一線 除了是這樣之外 如果反映美國大市的走勢 就是標普500指數 大家都知道 不過標普500指數是最大的成份股 所以標普500指數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在基金界來說 不過都很重要 省會大家看標普500指數 不過基金界看標普500指數 標普500指數是什麼事呢 上星期五 收市位和最高位都創歷市新高 今年2月19日最高見過3393 當時收是3386 現在收3397 收市位固然升穿 最高位3399.96 其實前幾天都做過3399 但上星期五高了一點點 差一點點 差0.04到4000大關 4000是心理關口 很重要的 4000心理關口 有沒有機會在今天 今晚升穿呢 機會都有的 都大 因為又是趨勢時朋友 其實這裡反覆向上的趨勢 還是未變 有時升升下 不排除你去到一些位 然後就跌下去 要看了 如果是超買了 調整來 有沒有跌穿一些重要支持位 現在上升軌未失落 沒有滑刀 大家用眼睛來看都知道沒有 沒有失落 最重要支持位 其實這裡有3200區 這一天 這個低位 但是你挨近4000 如果3200都跌兩成 跌兩成 跌穿都紅市 如果最近期的 起碼8月11日低位 今天8月24 你用回兩個星期之前 不是太遠 那個低位 就是3326 3326的距離 就比較遠一點 都還是 但是這個才是近期的 重要的低位 真是再退一步 如果說 真是很怕很怕的 起碼你要跌穿 上星期四 所謂鎮瘡的位置 這個鎮瘡的低位 都是3354 3354 那麼 是不是相差很遠 又不是的 現在很近 3399 3354 差1-2% 起碼都是這樣 跌穿3200的話 不是剛才說 說兩成 不是兩成 即是跌200點 我想說跌200點 說錯了兩成 就是3400點 如果跌穿3200的話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位置 再說一次 3200這個位 跌穿的話才是最重要的 200點 其實就不是很遠的 不過如果說短線來看 就比較遠一點 現在總看來看 趨勢還是向上 沒有失去重要支持位 就不要這麼快 輕言看淡 好了 美股向好 就是剛才說 納指 新高 一路趨勢向好 標普500指數 都新高 一路趨勢向好 所以就帶動到 港股向好 科技股向好 還有就是 自己有些很利好的消息 這些都廣泛報導 譬如騰訊 上星期五 彭博 美國的傳媒已經報導 其實特朗普政府 說要封殺 這個WeChat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問過很多人 就是 如果在內地 你不能用WeChat 還是不能用iPhone 你隨便算一樣 大家都選擇不用iPhone 封殺 要保留WeChat 為甚麼 因為 其實很多人已經綁在WeChat上 微信支付 還有最重要的朋友圈 朋友圈不是說 只是聊天 朋友圈 是內地現在所有工商業 很多東西都是綁在WeChat上 做生意都是靠WeChat 微信 在外地和內地做生意 都是要靠微信 所以如果你說 特朗普封殺了WeChat 美國的公司 那些人不可以用WeChat 那很難和內地做生意 已經是這樣的一件事 所以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 不會封他們 那你不封他們 那你在美國 又封了WeChat嗎 那些人在美國 他們跟中國做生意 你明白我說甚麼 那些美國商界的人 不是回大陸才下載WeChat 他們在美國那裡用 那你說在美國不可以用 那他們怎樣 就站在那裡 即是你沒有辦法封殺 這個消息一出 當然有尼騰訊 再有些消息就是反告特朗普 那些另計 那些後話 即是字字挑動 TikTok那裡 或者騰訊 微信 都說要告 那些另計 但總之其實來講 你本身美國商界都很反對 因為你跟中國要做生意 所以除非你真的 兩個脫勾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不會封殺不了 那封殺不了的時候 一下就掉了 那其實在星期五晚上 就是騰訊已經是在美國 就收報539 539 那現在今天就開的538 那收市548都很合理 其實不是升 老實說 它在幾大科網股裡面 現在叫做升得少的了 但是升得少之餘 因為它重磅 佔恆子成份股 阿里巴巴那些都沒有進去 那它重磅 它今天能頂半邊天的原因 就是恆子今天升了437點 它一隻的貢獻就有173點 所以可想而知 挺重要的 最大貢獻是它 一隻上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幾大科網股 其實它最落後 它現在有機會是什麼呢 升破頂的 破頂就是564元 記得它那天跌下來 那天我做視頻的時候 我就說看著這一天的低位 大家在520元之下可以買 挨近500元邊就最好 短線的止蝕位看499.4 中線的止蝕位看481 大家可以翻查一些視頻 或者我寫文章都是這樣 一直都是這樣 結果一路呢 這裏幾天都沒有跌穿過 有機會給大家收集 挨近500元邊是可以買很多日 現在衝回上來 衝回上來之後 由於其他科網股 我講大那些 都已經升破了之前的前浪頂 所以我就比較有信心 或者估計它有機會升出564元 升出564之後 那怎麼辦呢 就做一個大膽一點的預測 就是中線一點的走勢 就是 當這是一個環環密集區 564 跌到500元 不要說零頭六毫子不算 跌到500元 跌了64元 然後這裏升穿了之後 回覆上去的64元 就上網 628 好意頭一點 628 即是中線一點的看法 看628 長線怎樣 長線的人都說700 看700 不用說了 700當然是看700 所以長線的另計 中線一點看628 看看可不可以 在今年年底 或者六個月之內到 說完這隻騰訊 今天另外一隻焦點股 都要講一下 雖然它不是科網股 是有幫 因為今天有幫 都升回4.7% 收報78.5毫半 這隻股 如果大家也看到圖 就上升軌一直頂住 這條上升軌很漂亮 就衝上來 這隻又是有機會挑戰前浪頂 前浪頂是多少 80元8毫 即7月高位 80元8毫 升穿之後 如果你當一個是一個弧形 這樣覆上去 就有機會再次挑戰 95 甚至100 當然 這隻股 其實 我早兩天都跟大家講過 它是上半年業績是倒退的 新業務價值倒退 但我和大家那時候都說 我倒退得少 其實大家知道 今年疫情這麼嚴重 新業務價值倒退 它現在都衝得上來 其實消化得七七八百 但都還未破頂 所以不是完全沒有阻力 希望等它破頂 這隻股都是反覆的 反覆上升的 這些股 即是說 不是那些直線拋上去 等人給大家看 例如京東那些拋上去 因為那些 像遠超如期那些 那些拋上去 美團那些 那些拋上去 這隻 所以每次都是後一些低的時候 後調整的時候低來買 都是看好的 這隻 當然沒有那些科網股那麼好 科網股除了騰訊之外 第二隻最重要當然是阿里巴巴 事實上阿里巴巴總市值大過騰訊 五萬六千多億 騰訊就是五萬四千多億 阿里巴巴但是在港股的比重 就低一點 因為很多還是美國 雖然美國那些 一直在調回來 那些ADR 調回來 變成港股的了 無論怎樣 它會入行一些成份股 9月7日入 不過就cap了它的比重 最多是5% 這樣的情況 它都會被重視 但是就沒有騰訊那麼厲害 但是今天破頂 重要 它都跟著升 因為本來又說打壓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美國的業務 就是國際業務 都比騰訊那些多些 那這一隻 但是都破到頂 升4.6% 那大家看到走勢 如果真的破到頂 確認的話 連續三天站在其上的話 那就是什麼 又衝上去 這裏當一個三角形也好 密集區也好 照量照度 不要多 你看著300元先 每隻都看300元 不過看哪隻到先 結果阿里巴巴大一點 走得慢一點 另外一隻 一萬多億市值的美團 都在挑戰300元 今天收265.8元 美團本來 其實如果你看3月低位 70元左右 那當時阿里巴巴的低位 阿里巴巴這隻低位 170元左右 160多元 那就差100元 那誰知道現在追到上來 如果今天收市價計 阿里巴巴264.4元 美團是265.8元 剛剛高過他 這隻追得快很多 所以這隻看來都是快 最快 又會先到300元 不過這樣說 這兩隻說快到300元 都不夠另外一隻快 那隻叫京東 京東 這幾天三爬兩撥 240元 今天已經到300元 240元 3爬兩撥 幾天間跳滅口 因為業績好 就一直衝上去 那這隻呢 如果你當它小傷底 這樣來算 量度升幅目標 就不要多 暫時 暫時而已 很短線 317 317.2 317左右 315左右 不要緊 還有一點 然後可能要休息 因為真的升得太急 真的升得很急 2240元 去到300元 我再說一次 這三隻股票很可愛 阿里巴巴 今年低位 其實是170元左右 美團的低位 70元左右 即是3月的低位 三爬兩撥 美團今天衝上來 已經超越了阿里巴巴的收市位 阿里巴巴收264.4 美團收265.8 這兩隻都是上網300元 不過率先上網那隻 已經倒了那隻叫做京東 即是股票就是這樣 捉到剛剛那個時間 就最好 但是如果你說中線 來看美團的升幅是最大的 美團 如果用大家剛才我講過 70元左右 現在已經升到265元 升了兩倍多 低位來看 這些都是可以看好的 整體來看 騰訊 能頂半邊天 今天撐上來 恆子有機會 受到這些 騰訊再有機會再上的 這些帶動 恆子就升破頭肩底頸線 升破頭肩底頸線之後 我先跟大家再講 梁樂聲風多少 因為未升穿 我不想太多 希望它明天能升穿 站在其上三天之後 確認到上網更加高 科網股齊撐大市 阿里巴巴、美團、京東 這些都可以特別看好的 加上騰訊 當然是 所以這四隻 特別值得大家留意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過了時間 講得太多了 希望大家滿意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